小編曾經問過俊美老師 為什麼你總是問不到 所有關於正念的學歷和實踐 你總是信奢年來 他很不好意思的說 這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我其實我蠻幸運的 因為我學完正念之後 我立刻銜接的是 翻譯卡巴金先生的 巨著正念療癒力 然後接下來呢 我也被Saki邀請翻譯他的 另外一本巨著 自我療癒正念書 這兩本書呢 裡頭有非常多完整的學歷 但是只是說坦白話 讀起來不太容易 所以學禮的這個部分呢 我回過頭才赫然發現 他好早就根植在我的協議裡頭 透過這麼長期的訓練 卻不閃清 走進正念巨人的思考與實踐 但是最近我們也開了正念臨床學禮研討課程 一樣是進階課 一樣是學禮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呢 差很多 因為我們這個是直接針對病症在討論 對MB0不會進入到病症 我們一堂一堂的還蠻進入到 每個人自己的內在深處耶 一樣是從學禮的角度 但是那個學禮更多是送給自己 所以我們MB0上課的夥伴都會發覺到 哇賽 對於正念的理解會深刻很多耶 我們曾經有夥伴真的講過說 他上完課之後才發覺 他原本以為他懂正念 但後來沒有 就是進來之前不知道是這麼的豐富 但是進來之後大概都會各取所需 而且在各取所需的過程裡頭 大家會互相分享 然後也會互相學習跟看到 而第二個原因 邀請你目前的你在留言區猜猜看 晚點解答